谁是湖北第一聪明的人 360的创始人周鸿一说 自己排第三 第二是雷军 而湖北第一聪明人是陈一周 陈一周到底是谁 这个别人口中的聪明人到底干了什么 当我检索他的信息 发现他身后是一袋被互联网浪潮 冲淡的眼泪 猫扑 人人 笑内 雷军说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而第一聪明屡次站在风口 却屡次换上风寒 当我翻开这些销网网站巨头的背后 他们的命运转折点均发生在被收购 而曾经被称为中国Facebook的校内网 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校园里生根发芽 这颗社交网络的种子 却将在未来十几年间 结出无数失败的果实 校内网为什么会消失 而将它拉下神坛的竞争者们 为什么也都没有成为中国的Facebook 湖北第一聪明的陈一周 为何不仅没能拯救校内 反而因此成为被告 而校内创始人王兴 从国内Facebook鼻祖到国内Twitter鼻祖泛佛网 每次到最早赶上风口 又为何会成为早起虫子被鸟吃的反面典型 大家好 我是知区醉你的rap artist 让我们一起重回二十年前 校内网诞生的那个躁动年代 是中国互联网以及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1998年的春晚 纳英和王妃合唱了这首《相约酒吧》 歌曲迅速在全国风靡 与此同时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也正汹涌澎湃 前一年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 而这一年在一栋名为 华强北创业园的小楼里腾讯成立 在北京凯冰司机饭店 四通立方和华渊合并成了新浪网 视频开头提到的周鸿一也刚从方正辞职 做了一个中文网址的项目 3721 意思是不管3721 他是真的很喜欢用数字命名 同样是在这一年 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主办了创业计划大赛 这是国内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 协会邀请了不少人来演讲 其中就有当时刚刚发布搜狐的张朝阳 而在张朝阳演讲的问答环节 第一个举手提问的学生叫王兴 那时的王兴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二的学生 而他不仅是个学霸 还有个富二代出身 优偶的家庭条件让他很早就接触到互联网 1994年4月20日 我国第一次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链接 第二年王兴便成为了故乡龙岩市里 第一批拥有电脑的人 通过浏览器打开雅虎的首页 在中国的一个小县城里 就能看到美国最新的篮球新闻 1997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中国首个互联网研究机构诞生 当年10月CNNIC第一次公布了中国网民数量 62万 1998年在清华读书的王兴和睡他下铺的兄弟王慧文 合资买了台电脑 他们感觉整个世界在自己的指尖上 而当时能够上网的人是少数 网上基本都是业内人士在探讨互联网的未来 自立行间弥漫着给创业的狂热 对于后来开始创业用王兴自己的话说 我不是把创业本身当做一个特怎么样的事 这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而曾经下铺的兄弟王慧文在后来 也一路陪他从校内网走到美团 成为美团的二号人物 总之在那个中国互联网方兴为爱的年代 王兴便一头扎进了网站开发的空白 他先后尝试过多多有油子图等十几个项目 均告失败 但失败中的王兴距离中国社交网络的未来 远在哈佛校园的千里之外 近在Web 2.0的迎面而来 2002年全球第一个社交网站FriendStar成立 那时流行一个1967年创立的理论 六度分割理论 斯坦利·米格尔·兰姆认为 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而按照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这本书里的说法 Web 2.0正是参与式的架构 是建立在内容之上的社交网络和文化网络 2003年MySpace出现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火的社交网站 2004年Facebook上线 敏锐察觉到社交网络封口的王兴 果断中断读播 那时的Facebook在虚拟世界迅速编织起现实世界的人来人往 而王兴需要做的只是像素级模仿 Facebook是一款实名社交网络平台 最开始仅面向哈佛的学生开放 它把线下的社交图谱搬到了线上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校友同学以及朋友的朋友 仅创办8个月用户数就超过了100万 于是2005年12月8日 校内网正式上线 它同样仅限大学校园 最初限定只有通过校园IP地址和大学邮箱才能注册 当然王兴并没有像扎克伯格一样对学校的女生打分 而是采取了如今仍被互联网大厂使用的方式 递推 先是赞助电子系学生节活动 用换来的票在校内网上抽奖 就这样拉来了800多个真实用户 再是在晚自习时冲进教室 迅速在黑板上写下校内网的域名以及宣传语 大学四年你有几个朋友 堪称自习是快闪 最后使出互联网产品设计的大招 解决痛点 在校内网开启火车站到学校的包车接送活动 清华北大人大三所学校的学生 上传真实信息注册校内网 同一时间地点只要凑够50人就免费发车 直接解决大学生半夜返校难的问题 这产品设计精准的 跟下载APP免费领机单这种就完全 我错了 而关键是由于实名制 每辆车上有谁都是公开透明的 甚至有些男生为了跟一位女生认识 哪怕不坐火车也要坐大巴去火车站 所以校内网反手便以清华北大人大的学生 都在玩为宣传重点 迅速成为社交网络的领头羊 而校内网也就此拉开了社交网络 网网泪青的序幕 2006年年初 各个学校的SNS如雨后春笋 北大出了个底片网 复旦人做了宝度 人大的做了伊栋 北航的做了Lufus 中山大学做了义友 斯坦福博士做了课间操 耶鲁MBA的张帆夫妇做了站座网 这就像是日后美团主演 千团大战的前传 白网大战 当时站座网和5Q网 是校内网最大的对手 在营销站里校内网和5Q就曾有过管兵相接 当时校内网送教材 5Q网送鸡腿 这确实很难选 但5Q网你们听过没有 当我搜索这个从来没听过的网站时 发现背后正是湖北第一聪明人陈一舟 这位日后互联网战役的标准结局埋下了伏笔 打不过就魔法 再不行就收购 2006年校内网已经有百万用户 但是营销拉新有成本 贷宽与服务器费用也与日俱增 而当时校内网的盈利模式并不明确 谁能想到富二代出生的王兴 此时的关键词是缺钱 而解决钱的办法除了真行的那些 一是盈利 二是借款 三是拿投资 显然从校内网的结局来看 王兴大学时候肯定没好好做PPT 2005年 硅谷的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红杉和凯鹏华� 开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而如今在国内风投领域享有盛名的高领资本 和今日资本也成立于这一年 事实上由于有人在网上骂校内网抄袭Facebook 恰巧被红杉资本的人看到了 红杉资本的人看到了 红杉考虑过投资校内网 直做Presentation时 王兴青色的创业团队 连商业计划书都是临时写的 于是红杉瞬间投资了500万美元 给校内网的主要竞争对手 占作网了 校内网因融资失败 日渐逐金渐逐 而任何商业危机背后 总是有趁火打劫的职业买手 建立宝 顺池集团都曾在危难之际被超低价买走 向校内网伸出援手的 还是暗中观察了良久的 陈一周 对于要不要卖掉校内网 14人的创始团队意见并不同意 甚至内部的一次次争论 差点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 而陈一周倒是放下姿态三顾茅庐 并逐步抬高报价 于是2006年10月校内网 被陈一周的签项收购 我找到南方人物周刊对陈一周的采访 这场交易 陈一周只花了5000万人民币 而陈一周绝不是个没有故事的男同学 这个神秘的男人到底是谁 陈一周 南 1969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是雷军在五大的同学 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和斯坦佛商学院 1999年回国创业推出了China人 歪打正着 做成了全世界第二个实名制社交网络 与后来流行的SNS产品相比 China人是以班级群为单位的社交图谱 只是他运气不好 赶上了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 于是在2000年9月 China人被搜狐收购 按照陈一周自己的说法 那场赌局上 他们三个没有任何互联网创业经验的年轻人 输光了 都被清出了场 但千万别被这话忽悠了 2000年他们分到了44万搜狐的股票 价值超3000万美元 当然按照陈一周的说法 China人终将退场 败给后来出现的QQ群 而这也绝不会是陈一周最后一次败给腾讯 2004年 陈一周创办了千项互动 一直对社交网络有执念的他 先后收购了猫铺 Dewnews等社区 互联网的试炼场向来如此 先行者在摸爬滚打中受伤 然后对后来者 永样学样 直到收购校内网这个最大的对手 他社交网络的梦想 似乎唾手可得了 然而 在被称为SNS元年的2008 一匹黑马却以摧枯拉朽知识出现 并有18个月超越校内网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交网站 它的名字叫开心网 开心网的杀手锏是偷菜和抢车位 对 就是后来在QQ空间里玩的那种标准结局 而当时的开心网定位是白领市场 几乎是在一两个月之间 开心网就一记绝成超过很多原有的SNS网站 而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 业内人士对开心网的爆火给出了解读 全中国有90%的白领 只有60%的时间是在真正的工作 开心网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需要东西来消磨无聊的时间 又不被老板发现 有兼有沟通的功能 开心网满足了这些需求 这产品定位属于初代摸鱼神器 而开心网漂亮的战绩也佐证了这些观点 截至2009年7月底 开心网注册用户已超4000万 在Alexa全球网站排名中 开心网位居中国区第10 在SNS网站中排名第一 那时候的开心网有多火爆呢 听个闹钟半夜偷菜并不稀奇 甚至有夫妻因为对方忘记帮自己收菜 而提出离婚 甚至企业的网络都开始屏蔽开心网 面对这样强劲的对手 陈一舟刚开始使用的 还是怀柔政策提出收购 但多次谈判都被开心网的创始人 成品号拒绝 于是陈一舟索性 一不做二不休 山寨了一个开心网 标准结局2.0 打不过就收购 再不行就模仿 因为开心网成立之初 不过是个六人小团队 买不起开心.com的域名 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 使用开心001.com 这一细节被陈一舟发现 就高价将开心.com收入囊中 同时那时的网页设计不难 山寨开心网居然效果不错 用户数一度达到千万级别 于是就出现了真假开心网 对补公堂的名场面 我无法想象 如果当初王兴拒不卖出校内网 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下沉 然而有两副面孔的也并不只是开心网 事实上开心网也是对Facebook的模仿 比如买卖朋友和抢车位这两个应用 便借鉴自Facebook的Friends for Sale和Parking Wall 好不容易有个国产原创游戏开心农场 也是李逵和李鬼同场竞技 而且找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开心农场创始人竟然有两个 Five Minutes和一个叫唐宾森的人 而实际上开心农场真正的开发团队是Five Minutes 唐宾森开发的 是受校内网邀请而做出的高仿版开心农民 当然唐宾森这个人还有另一个标签 是元气森林创始人 后来Five Minutes的原版游戏卖给的腾讯 更名为QQ农场 而山寨版本的开心农民 到摇身一变成为了校内版开心农场 开心农场甚至还出征海外 巅峰时期累积有5亿用户 只能说李逵遇上李鬼就算了 还乱入了张飞 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互联网的创业浪潮中屡见不� Facebook收购Foursquare不成 便推出了自己的定位应用程序 Places 标准结局2.0 总之随着开心网产品年性下降 以及校内网对开心网的像素级狙击 开心网已经不足为惧 而此时的陈一周也并没有得到片刻喘息 校内网的当务之急是定位上的转型 一方面学生用户在毕业后 往往会建立新的社交圈 记录着自己中二病与黑历史的校园定位 终究有局限 开心网的火爆 也已经证实真正的无限可能在象牙塔的外边 于是2009年8月校内网更名人人网 有意思的是人人网也不是原创 而是牵向集团于2005年收购的另一个网站 可见很早之前陈一周就开始关注域名问题 开心网因此被钻空子算是必然 只是无论是真假开心网 真假开心农场还是新旧人人网 陈一周的乾坤大诺一只空手套白狼使得如行云流水 却也抵挡不住互联网浪潮的雨打风吹 和九死一生的殊途同归